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兵 宏冠冰 我是台中市装潢材料商业同业工会 第22届的理事长 那这次的话呢 我想为什么拍这次影片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工会 工会的组成是为什么呢 并且工会可以带给你什么呢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那所谓为什么会有工会的组成呢 我们大家知道从古时候呢 就会有所谓的工会集会这种团体了嘛 那意思就是说 相同的行业或者是说大家一年一同的时候 大家聚集起来 所谓什么叫团结力量大 那在中间我们还可以去分享资源 彼此去做交流 并且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 所以呢 从古时候就开始有工会了哦 那现在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 对工会并不是非常了解 可能是网路时代的发达 大家就有网路去交流 但是呢你知道吗 当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甚至是你的阿公阿嬷 那全部都是从工会 大家去分享一些资讯以后 才会造就现在的一种罗民的社会哦 好的那讲到工会了以后 我们也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工会 我们家的工会呢 是装潢材料商业同业工会 那什么是商业同业工会呢 所谓的商业同业工会 就是所有的公司的负责人才能成为会员代表 意思是说我们的会员代表都是老板 大家都是一间公司的一个负责人 加入工会以后呢 厂商可以互相去交流 说你家的东西比较好用 还是我家的东西比较好用 如果都好用的话 同行为何要相继呢 所以呢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现在流行什么 趋势是什么 现在的客户 甚至是说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地方 在我们这种工会的话 就可以得到第一线的一个资讯哦 那并且什么是我们的装潢材料呢 所谓的装潢材料呢 在我们的一个狭义的定义来讲就是 所谓的装潢就是木工 但是呢以前的木工装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什么 窗帘 壁纸 以及地板 所以呢早期我们的发展来 就是用窗帘 壁纸 地板 来造就我们这个装潢材料工会的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 现在的装潢材料 或是是我们的装修材料 五花八门非常多种 甚至从人造的食材也有 或者是系统板材 甚至是涂料或是什么的 这些都是在我们装修里面可以去使用的 只要是你家里用得到的一个东西 那都可以参至我们的装修材料 装潢材料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 有非常多的悠扬厂商 人才积极的去来融合在我们这一个工会里面 好了那你会想说那如何去加入我们这个工会呢 那这个工会呢我们会在后面会提供一个资讯 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就是 必须是要公司的一个负责人 那参加我们这个工会到底有什么好处 除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可以邦邀我们所有的会员来一起参加 并且交流 然后跟我们提供一些薪资以外 并且呢我们会不定期的 我们会举办教育训练 以及一些说明会讲座 由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产业的帮助 我们可以第一手得到这些资讯 然后并且知道说现在目前法规是偏向哪一边 然后我们这怎么去做一个应对 是对我们的产业是更快速的一个发展 那由于呢这个工会的话呢 我们都会得到上级的一些韩文通知 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第一时间就发布给我们所有的会员 让我们的会员呢也可以马上的知道说 现在的趋势是如何 或者是说现在我们该如何去应变这个 顺其万变的一个产业 尤其呢我们现在的话也开始来提供一些教育训练 比方说现在这种多媒体 以及我们的自媒体的这种发展 也希望可以提供我们这些会员朋友 一些有关于这一类的知识 让我们的这个中修业呢 不只是传统的一种口碑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个平面网路上面可以曝光而已 我们也希望可以从网路平台里面 去做出一些跟大家不同的一些差异化 然后让我们的会员越来越多 然后并且大家交流的一个能量越来越强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藉由我们这种团体呢 对我们的产业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个发展 好了那就是我们跟大家一个分享 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工会 以及我们的工会是在做什么 以及工会对您的帮助有什么 并且我们现在的话呢 有增添一些教育训练 以及法律相关知识的一些讲座 这些东西呢 对我相信对你未来的行业来讲的话 一定会变得非常有帮助 希望有一天观看这个影片的你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哦 好了那今天影片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